对于猪头肉 相信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吃 尤其是在以前普遍平成的年代 猪头肉更是人们餐桌上最常出现的一道菜 猪头肉口感细嫩 肥而不腻 且做法多样 不论是炒 炖 还是卤 都非常美味 那么吃猪头肉对人的身体有好处吗 今天我们就来简单了解一下 所谓猪头肉 顾名思义就是猪头部的肉 中国人使用猪头肉的历史非常悠久 为此研究出了猪头肉的肉 猪头肉的数种烹饪方法 其中比较有名的有淮阳菜中的 爬烧整猪头和六合猪头肉等 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喜欢吃猪头肉 那么猪头肉到底有没有营养呢 首先猪头肉富含胶原蛋白 尤其是对于爱美的女性来说 多吃可以补充胶原蛋白 让皮肤保持充足的弹性 起到美容养颜的作用 其次猪头肉含有的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 比猪的其他部位的肉还要多 这些样物质很容易被人体消化吸收 而且猪头肉的含铁量 也非常丰富 很适合缺铁性贫血的患者食用 所以说食用猪头肉对身体是有好处的 但是最好的食物 过量食用也会对身体有影响 市面上很多卤制的猪头肉 还有大量的食盐 牙硝酸盐 过量食用可能会导致癌症 所以这类的猪头肉 大家还是少吃为妙 买的时候要注意甄别 感谢观看本期节目 了解更多 请关注我们